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打开干嘛呢 明镜山找你 谁 把门打开 谁找我们 我把门打开了 你要干嘛 明镜山跟你对话 你那边找我的话 你是不是叫我干嘛呢 对话什么呢 明镜对话 我去对话一下好的 你这样子是老明要跟你说 老明可以 你明镜对话 有什么事情 我是街道 你是街道还是检查 你是街道好的 那你另外那个陈进闭说你是明警 你在开门 啊你有什么事情 我真的是太害怕了 他们要到我们的家里面来 啊 不是我今天刚刚负责的结果还没出来啊 你负责你 我今天已经结责结果 你给你让我拿出来 不是 居委的人说帮我们安排了复合 居委他 我没说 居委没这个权子 我们也没有 极空也帮我们安排了群 那你现在有权了来带人走了 有啊 不是啊我们的复合结果还没有出来 啊 来来来拍下来拍下来看好了 光的火 光的光 走走走走走走 你们要追究去等一下 你们要我报警我报警你们收回来 都已经不警察了 快个马来来来来来 不是的 我不要报警了 来来来来 小胡亚你要听见啊 我听见了 你来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啊 分居扑八公 卫视机件 公安西班协助疾控部门 对你们你们是阳性 可以进行转运好吧 听到吗 我们是协助疾控对你们进行转运啊 感谢转运好吗 我们现在要报警 我们现在要报警 不用报警啊 警察在 你们是哪里的警察 黄埔 黄埔公安 黄埔民警 好啊 你报警也是我来 你有那个核酸阳性报告吗 哎 妈妈他们会出事 哎等一下啊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今天昨天那个疾控中心 说找不到我的核酸记录 然后呢 他们今天给我们安排了 已经找到了 已经找到了 今天来安排你们的独立 就是疾控通知我们的 好了 好了吧 刚才说的 同志已经告知过你了啊 你现在违反的条例也告知过你了啊 哦 我们没有那个呀 怎么了吗 你配合吧 配合啊 那请你把手机放下 现在不是你打电话 拍视频的时候了 我再明确的告知你便 公安机关现在配合疾控部门 对你进行强制转运 听明白了吗 等一下 极空跟我们讲他们没有报告 第一个极空报告已经下发给了 我已经再给你明确一下 那你们报告现在 等一下等一下 走人走人走人 我们突然突然突然 你们走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现在不要拍视频 也不要什么报警了 你不用报警察就在你面前 好吧 抓紧点时间 好吧 这是你应该做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警察是不是要讲道理 我跟居民都有好 是不是要讲道理 你有报告吗 等下 你们已经危害公共安全了 好吧 怎么知道什么叫危害公共安全 你们也在危害公共安全 你们也在危害公共安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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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女同事 我再问你一句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现在就来 别别叫我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你们批行公共 我跟你讲 你们要有事实医疾 现在事实医疾 就是报告拿出来 拿不拿得出来 不 再走我问你一下啊 你的核酸哪里做的 我的核酸 我的核酸今天 那个有医生上门来做的 我昨天怎么做的 我昨天核酸哪里做的 我昨天核酸哪里做 问你啊 我没有做核酸 我在搞蛋说没有 你的老师说 你封控区啊 封控区是逐步出户的啊 你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擅自 跑出封控区 就可以直接决定 好啊 我再跟你讲一遍啊 公安机关 已经可以依法 对你进行处罚了啊 我希望你能够 明白 你自己 犯错了 我们这个 我们理解啊 我们释放错了 那理解就行了啊 所以 但是现在一马分一马 你又直接接受转任 我没有解决 你错上加错 我没有解决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 就昨天那个 现在你先听我说完 我现在告知你了啊 你 不要拿着手机 对吧 拍摄的视频 掐头去文 我们要掐头去文 全程 全程了 截取其中一段 要是发到网上造成后果的 你们要承担责任 好了好了 我们肯定了 之前也告知过你们了 你们楼峰口去消 等一下 我有一个事情 你放在前提下 你们怎么跑到瑞丁岳去做的核端 就是啊 你先把手机放下 去把口罩戴起来 口罩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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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呀 因为你现在 你先把手机放下 我可能需要找到 我们今天早上复合了 转运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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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指定的医疗机构 会给你进行复合的 好吧 可是那我们今天早上 是复合的什么东西啊 对啊 你不要做这些东西 来来 等一下 口罩戴好 就是啊 我再告知你们啊 我今天进来不是跟你聊天的 这是其一 第二 你们犯的错误 我已经告知过你们了 第三 我现在对你进行强制转运 如果你再不肯听 再不肯收拾东西 你再拿着手机 你捏 那我就直接把你 是这样子的 我是因为 你们说不能掐头去尾吗 我再告知你一遍 立刻把手机放下 要整理